大家好,這段剛剛講完重慶女子顛婦扔三歲童 22樓扔她下街,親生仔扔她下街,講一下這一段 台灣花蓮地震,有很多留言我見到都不太樂見 有個網友說蔡英文和杜汶澤死了沒有?黃秋生死了沒有? 這不是一件開心事,是1999年9月21日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到今時今日,2024年 是台灣最大的地震,有10個人死,差不多1000人受傷,56人受困 我覺得發生在哪裡都不是一件開心事,不需要留言說什麼 對,同一片天空,沒有人想見到人家死,或是家庭人亡 說真的,人家死了沒有,究竟那個人做過什麼,得罪了你呢? 你說在網上純相蝕劍,都是那一刻而已,不至於他死了你會很開心 各方面,但這些這麼大災大難的事情,應該是要退一萬步想一想 如果你的家人在當中的話,你會怎樣去想一個應變呢? 永遠都是那一句,其實政治呢,都是那個人的成長的背景,令到他看法有不同 李斯坦死的時候,黃絲很開心,黃毓民的兒子出事的時候,每個藍絲都很開心 柳俊剛死的時候,有很多人都很開心 不要拿這些政治來做擋箭牌,做一個正常思考的人 人家台灣就有這樣的智慧,南營六營鬧鬧鬧鬧鬧鬧完一輪,又一起吃火鍋 所有事情都是淺作怪,大家都是自己的飯碗,難道我真的這麼真理嗎? 只不過是我的職業就是要罵你 范徐麗太和長毛,在一個立法會罵完交,又是聊天 我最記得,當年我小時候出來工作,有一次在會展見長毛 然後到台上,譚少豐身和記者各樣東西,喝著一杯咖啡 在等什麼?等當年的特首準備上台 那好吧,全程… 梁振英嗎? 不是,不是 曾蔭權? 好像是 所以說,是… 什麼Q都不做那個 之後呢,譚少豐身和記者有聊有聊,不知道在附近看著 突然之間,特首一上台,長毛就自己… 上了身 自己說了一句,開工 神打 就衝過去,誒不打了! 一分鐘不用出場 他臨的時候,在豬道有身邊走過 豬道我記得,我聽他說一句,誒,那就收工 搞定 喂,工來的那些飯… 十幾萬一個月啊 完全全都是正常的 對呀,他是出來衝上去 叫那兩東西拆存在感 大家知道他仍存在的話 就可以籌款 那時候還是… 不是那些什麼議員啊 各樣東西 很初期的 好像阿牛都還在那裡 他在釣魚台那一年代 你看看,他出來轉頭就去籌款 不是,怎麼買車買樓啊,大佬 錢來的 你等等,有很多正生書院那單 所謂的貪污啊 還是那些什麼? 自己的中飽私囊那單新聞 都有很多的黃絲 這樣大家清晰一點、異明一點 不是因為那些什麼政治立場 黃絲就說,咦? 是中國政府迫害啊 是香港政府迫害啊 迫害去中飽私囊、樂格 和投資賺錢 不是,是正生書院 將那些錢 運了去英國 不想讓香港政府 好像搞黎智英那樣 把他們的錢盡了 咦?又關什麼事啊? 我覺得又搞不得八 有些這樣的說法啊 你想怎麼說都可以的 是啦 其實陰謀論的事情 我的話 現在這麼多人生癌症 都是外星人的大氣電波 攻擊人類啊 難道是真的嗎? 你信不信呢? 我就這麼說了 是吧? 你可以確信自己想出來的事情 沒有關係的 但是你出來散播這些消息 謠言啊 就看看你自己當中有什麼球 有什麼得到 4月3日 如果大家請了 星期五 請了二、三 即是是嗎? 星期二、三、五 又多一個星期的假期 花蓮、台灣 無論是高雄也好 花蓮也好 都是香港人 很多很多長假期 又不想去那麼遠 是吧? 現在泰國又說不太安全 那 帶麻合法化 又同一片空間呼吸 同一片空氣 的帶麻的成份 那些 香港人去旅行 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有很多人根本上 哇 連地震怎麼走 躲在哪裡 完全是沒有一些common sense 我之前在火炭那間中資公司做事 試過走那些大型的走火景 每個人吹水、閒氣、磨吶 有些人找我做事不走 真的 每個人都當過場 完全是沒有任何adad的常識 就算我兒子幼稚園 都有走火景演練 但我相信你問他應該做什麼 他不只是回答我 不可以坐電梯 沒有啦 不可以坐電梯 要走樓梯 就是這樣 但如果我們去到花蓮旅行 4月3日發生這宗7.2級地震 我們香港人能否走到呢 大哥說花蓮市九層高的天王星大樓 60度傾斜 說真的 一樓是陷了下去 好像科學員那些樓 一樓變成負一 香港人對於地震的概念 我想充其量都是躲在桌底 還有離開樓宇 就這麼簡單 沒有了 走去這個高的地方 遠離這個低窪地帶 不要在這個海邊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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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地震有機會引發海嘯 山梨傾瀉 這些就要離開 但你離不離開是一回事 但真的很誇張 我看到那些照片 還有那些民眾走的速度 我覺得香港人是沒有這個反應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概念 你記住天災永遠都不能重演 一來就是見真章 你是不是有馬上的反應 假設你現在看別人 有輛車撞過去那個人 那個人都不會避 嘩 這麼傻 你實力站在那裡被車撞 我試過 你呆幾秒的 我在行行綠燈的時候 有輛車想沖 然後我是綠燈過的 那一刻我看到他沖過來 他沒有打算收拾 我是看著他 張開口 是啊 大問題是 如果你再看的話 你會問為什麼不避 是不是低能的 沒有的 人的機制就是這樣 為什麼不像成龍 跑過去的車頂 對呀 跳過去呀 人的機制就是這樣 當你一有些突發的東西的時候 你這個人就會輕機 你要溫 你要想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 常常會假裝紀律部隊 或者假裝一些緊急應變部隊 其實沒什麼假裝的 因為人家的訓練 就不斷應變這些緊急的東西 只不過是 永遠這個場景 他就有ABC三個應變方式 他上課 溫完之後就溫第二個 不斷去演練演練演練 所以就有些肌肉記憶 反射記憶 直觀他知道會有什麼應變 但一般市民是不會有的 都不會接觸過 是吧 傾斜了這個天王星 只說七樓 有兩個大人 一個BB 六樓 有一個72歲的老人家 八樓有一名女子 到中五還有受困 所以其實都挺欣賞 一些消防的人員 分分鐘你進去搜救的時候 就倒閉了 沒辦法了 吃一碗飯 但你不進去哪個進去 有很多人說 消防員只是打 什麼 打排球 那可能就是一夜 收你皮的 是啊 平時領埋領埋領埋 我有朋友 真的 他做了大概六七年 只是天天去 找電梯 包門 狗貓救狗 對了 從來沒有接觸過火 我這件事 喂 有不止一個消防朋友 試過一輩子都沒救過火 試過整隊救火 那你上去第一個樓梯轉個位 就有個沙箭在那裡 檢查你氧氣瓶的時間 一分鐘 那他就走上一層 全隊坐在那裡 不會上去救火 都有這些人 為什麼呢 等氧氣瓶救了 沒下去換瓶 第二對上 一定有人救的 但不是我 死的也不是我 就這麼簡單 是這樣的功 你不要經常覺得 哇 很有使命感 考的時候 就有了 學堂的時候就有了 你出來 你有沒有什麼沒有的 你只是想著 回去睡覺 打牌球 有沒有人做消防呢 你問出去 為什麼做消防 回一放兒 舒服 沒事做 不會因為很辛苦 每天都不停工作 流汗 教都不能睡 我很喜歡這工作環境 會有人這樣說 不要玩 有很多人 又會想少你 所謂的 或者好像 你醫護人員 那樣 回到去 難道我真心喜歡 去做這麼多事情 很厭惡性 沒有人喜歡這麼厭惡性 和這麼高強度的工作 只不過是你做這份工 你沒得選 沒得退 都容於 我做消防 著火 塌樓死人 我不去 誰去啊 這份工來的 我沒得做的 拉回正少少 所有事情都要聽 command 聽 order 做事 頭殼頂那個 說不要進去 有危險 然後危險係數 是多於嘟嘟嘟嘟 那就不進去 是嗎 等他所有的 是under control 才衝進火場救人 要不然你麻木進去 喂 就迷你倉了 是啊 很多時候都是外面淋水的 而且 以香港的地方 香港真的是福地 很多時候 火光紅紅的地方 都是沒什麼人在裡面的 那我問一下你 如果 你這隻貓 你本身走了 消防來到疏散了你 你走出了一個建築外 那你會不會回頭 救你家的貓 或者救你家的狗 很難說 應該有機會的 但問題就是 聽說那個環境 去不去河 你說好像這些 整棟大廈都斜了 那你可以罵諸董 我貪心霸死 還有我都沒有 能力爬上去 如果你說正正常常 你問我入不入 我應該會入 因為我沒有即時的危機 我看到 我只能夠說 我很明白 那位教師 為什麼他離開了危險 地帶 還跑進去救他 那隻貓 然後最後倒了 他一進去已經倒了 然後最後是發現 他屍體的時候 是沒有生命徵狀 那就是死了 那我很明白他的選擇 但是你說 是不是這個普世價值 要人人要做到呢 我又不完全認同 那現今社會 有很多人 當貓貓狗狗 是一個情緒價值 極高的家庭成員 那我很明白 他當了那隻貓 是他家人的一份子 就是你說問我 我爸媽 我兒子 那我一定會進去救 你說豬隊友 我只能在外面大聲喊 糟糕快點出來 保險未買夠額 你不要死 加額行不行 我就會說 快點啊 還慢慢行 你幫我拿銀包啊 所以你要記住呢 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就未必有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 那麼親口 那麼濃密的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老夫老妻 你眼看我眼 我不拖你 你不拖我 有幾多個 又會好像豬隊友 豬師奶那樣 開個頻道 聊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沒有的 有些呢 只是連吃飯見了很辛苦的 遲題下的 可能每天在家裡迎接他的 就是他的貓貓狗狗 永遠對著他的愛都是純潔無下 自己的感覺都必須要的 那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想下來 他當然是救貓狗狗 救另一半 我只能夠這樣說 就是要看一下 人比較重要 還是那隻動物比較重要 我身邊是有些親戚 是真的看動物 比自己的長輩更重要 那這個是一個個人取態 你不能夠說他錯 只能夠說這個是他的選擇 那細節是什麼 我不說 免得聽眾人說 嘩 你不怕你的天啊 親朋好聽你的頻道啊 應該就不會的 要不然我就不會那麼低 那些收聽率 只能夠說 尊重每一個人的決定 但我一定是人先 那永遠任何情況下 都一定是人先的 那你說 嘩 你們這麼壞的 對呀 動物都不理 不是不理 只不過如果有些排位 排位的話 一定是人排先的動物 真的有些人 火足的時候 是抱著那些貓貓狗狗走 然後呢 老爸老母不理 噢 都不出奇 是呀 有發生過的 那這些就是你本身 你的家庭教育上面的問題 我不覺得說有問題 那每個人喜歡的東西 是不同的 只可以這麼說 就是你重視這件事 在他的心目中 可能貓貓狗狗 他是沒有這個意識 沒有這個 怎麼說 那個常識 要去走 你爸爸媽媽 你還沒坦 你還沒動拐掌 他有能力走 可能他的想法是這樣的 只不過他即時的反應就是 我要先救貓狗 那時候老夫老妻 突然間火足 或者塌樓 那個老公 可能特地回頭 拉走的不是老婆 而是自己 新買的那個飛機杯 都不出奇的 是嗎 你說這些 我怎麼接好呢 不可以這麼說 只是彈求一笑 那豬隊友 沒有飛機杯 有沒有藏在鞋櫃 櫃底呢 我就不知道 如果有的 我就把AA超硬膠進去 你還挺壞的 放在鞋底 那麼多菌 等一會兒又生東西 陰公 你一向都生開 就不介意了 生多一豬半豬 這些椰菜 身材 身材 大家知不知道 在Google搜尋 尖銳 我說的是 話風尖銳 尖銳這兩個字 會有些什麼看 圖片 尖銳圖片 即是你Google去搜尋 那時候 你打尖銳 然後選圖 然後選圖 也不懂 有尖銳濕油的照片 這麼恐怖 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又怕 不看 看完睡不著 那好吧 有一個新聞說 有一個港媽 即是香港過去旅行 還是不知 去住 移民那些 她即時的反應 就是抱著女兒 抱著正常 她就覺得 不是啊 她不動啊 她不走啊 她抱著女兒 那你打算和她一起死嗎 那你也要死 你也不要抱著女兒 她抱著小朋友 想著有東西押下來 或者真的倒塌的時候 我肉身保護她 浪費了 你撞了多少 你真的當你自己 美國隊長嗎 我只能夠說 我專門 阿豬仔不喜歡 藍絲餅 我就給他一些抖音片 我說 你看一下 那幾個大人 沒有藍絲餅 然後一撞車 你覺得大人 大力嗎 然後一撞車 開著那個 扶手 對 扶手 飛走了 一來 即是拍著車廂 來攏 然後坐了兩下 乘客是完全移座位 然後司機飛走了 在窗上 我說 你覺得 你扶住 夠不夠力呢 那她就 好啦 我爛回 喂 真的要嚇的 要不然就黎智弟弟了 那這個年代 好在 誠也風雲 敗也風雲 幸好有很多短片 隨時都可以讓小朋友看到 直觀地令他受到教育 不好的就是看這些片段的時間太多 我只是想問大家有沒有 可以在香港看到TikTok I mean TikTok 不是抖音 VPN能不能幫助我們 絕對能幫助 你不用拿著風扇對著自己 吹不自私 我只是看我去 你吹著我的麥克風 想聽眾收聽得不好 你真是廢 今集跟大家吹到這裏 我們是時候去放嬌 還是那句 記得看Physical Pack 再見 我叫豬隊友猜猜我最喜歡哪個子 大家都可以猜猜我最喜歡哪個子 放狗吧 當然英俊大隻也有很多個 但我是... 樣子和身形 在他身邊只有一個 閉嘴吧 一分鐘做不到43下 引體上升就走開 我只管我做21下都會被人笑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阿豬隊友說什麼 爆分的 嘩我以前是怎樣這些 喂 如果大家有看就知道 27下都被人笑 考消防三下 那消防那些有很多肥佬 現在都沒有 嘩你說的 嘩我認識的是有一個 嘩好像秦皇似的身形 那個都是我朋友 我心想 嘩你老闆 真是好難不要聽 不要說救火 打排球都打不到 那豬隊友都認識不少 紀律部隊的好朋友 不同部門不同的設定都有 任你選擇 沒有身形 沒有樣貌 我平時 最正居你旁邊呢 我平時那些放得到口 那些我真的很好胃口 我吃開 大家一本食譜 給你們看一下 你們都覺得 嘩真 這麼好胃口 明晚早點上深圳再吃過 好啦 拜拜